大家好,又到佛禪的環節 這一節我們說 有些人是不是畜生道中來 網上有些評論 評論一個女人,最近很紅 我們封面也貼了她的樣子 研究,說了十幾個項目 除了之前說是網上正之外 網上說是畜生道中來 好像吻合了 其實很多人都是畜生道中來 或者下世就做畜生 都看到的 我們今天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因果業力最公平,逃不掉 我們在地球上暫時存在 在這一刻,生命結束後去哪裡呢? 大家有不同的去向 你說可以成佛星先的 就應該很難的 有些人就基本上 除非你很有修為 你有能力的做很多善事 或者做很多服務眾生的事 但是你看到現在有些人 這樣搞法都是落三惡圖 稍後說說這個恩果輪迴 哪些人是畜生 其實都說不得 說不得 我們只能夠聽完之後 希望自己不要這樣 不要說別人是畜生 不要這樣 我利陀佛 就是拿來做 例子 希望大家不要去到那個位置 就算了 說佛計 不是拉仇恨 在這個節目 在這個節目 有些正的思維 在這裏 給個like支持一下 好 今天先解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有網友說自己很多情 很容易喜歡這些女生 她說好笑 你看 你說她在馬來西亞 這個網友 很多美女 每個人都貌弱天仙 OK 她覺得很漂亮 動了一程 她說 中學到現在 對六條女兒動了心 其中一個是她啟家姐 不過全部都沒有結果 最近這位仙女是第七個 曾經有個女生主動跟我拍拖 但是她樣貌平平 她自己沒有辦法 有feel 她又不想跟她在一起 她每次陷入一個求不得苦 貌弱天仙就得不到 又不想隨便跟一個 不合眼緣的女人談戀愛 怕自己害了別人 自己喜歡的那些又得不到 我這樣說 用心找多點錢 是不是 如果想這樣 用心找多點錢 服務眾生 看看有什麼方向可以榮華富貴 這個書中自有顏魚屋 是不是 那 對 她說 中學到現在有六個女生 六個女生? 我一個月都不止了 六個女生 動情就 你真是說笑 多情乃佛心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她又走近了 只是說笑 我經常跟她說 對 我經常跟她說 很多美女 周圍都很多美女 她自己都喜歡看美女 人是喜歡看美的東西 這是一定的 但你是不是想佔有 你喜歡的東西和想佔有 是兩回事 有些人當然想找個美女 這樣一個起 就半個子 你兩個 你女人越多就越濕 沒有好處 個個一樣 美女就夠了 但有些男人 家裡有個美妻 外面也有個 不同感覺的情人 貪心 不用這樣 但她現在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很簡單 女孩子就 英俊 有錢 說完 如果兩樣都沒有 風趣幽默也可以 風趣幽默也可以 風趣幽默也容易有錢 說話口才好 曾志偉也不英俊 她也有很多女人 學習一下 自己缺哪種 就在哪種 入手 但你 不要說是 雜油 真是真心 慢慢來 慢慢來 經常有些故事 說 當時救了一個什麼 動物仔 動物仔的命很短 頭一胎回來 等他長大 找你做老公 做人做多些善事 我小時候就做蠔蝶 所以我說 真的 沒有這麼想 不過當時沒有這麼想 這是不決的 對我來說 好 有些人說 有些同事經常炒股 炒股 什麼都炒贏 贏多個輸 一年有十幾萬 很羨慕 一年只有十幾萬 都羨慕 有些人 做事一兩個禮拜 有些人 不羨慕 我覺得不羨慕 炒股 你問我贏 那輸怎麼辦 有風險 你看到贏的那些 很多人贏了 就收了輸 好像是OK仔 那些 昨晚贏了五千 我問你 贏多輸多 他回答不了我 要不就贏多 要不輸多 回答不了我 我真的輸多 說出來贏收了輸 我跟他說 我不喜歡炒賣 我自己 投資 每個月我收 幾萬元息 一年收幾十萬元息 我不用炒就贏硬 錢生錢 我為什麼要炒 因為有風險 我不喜歡這樣 我不喜歡這樣 炒 炒 炒是沒有意思的 你投資 錢生錢 放些錢 有些人在定期 一年幾十萬 這是基本的 所以 你不用恨 努力做事 然後懂得投資 就有了 你慢慢存 你一年存 每個月有四千元利息 你十年就存到四萬元利息 四萬元利息 一年就有四十八萬利息 是否這樣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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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一年一年這樣存 是呀 真的做到的 看你懂不懂 好 另外有人說 很討厭被人說 你很肥 我真的想一巴掌打過去 我肥關你什麼事 對方沒有禮貌 沒有家教 口不擇言 我沒理由說他瘦 不是呀 我昨天看了一個無敵喊交法 是喊不到交 我以前不懂得說 但大家可能知道 劉馬車先生 那時候打算踩我牆 最後大家很友善地聊天 他來找你晦氣 你不一定要對他有什麼 是的 我那天看了一段影片 教他 他說 你罵我是白癡 他說 你這個白癡 你罵我是白癡 你罵我是白癡 那你回答他下去 在這件事上回答他 他說這是一個權力的 我高過你 你傻的 你笨的 你低B的 他想這樣 他想這樣 我讓他給他 你和他鬥高鬥大 他們兩個在那裡 他說 你很肥的 我他說 嘿 每個人好像你身材這麼好 這個世界 健身中心就倒閉了 他好像被你讚了 剛剛我那句話有點囂張 其實 我在用這招方面 其實我對這些 完全沒有感覺 有些人說 你健身玩得不好 每個人好像你這麼健身 每個人都世界冠軍 那些人 那些人 直接拗不下去 別人說 你很肥 你很在乎 想一巴掌打過去 這些就是我撿 我是怎樣 有什麼所謂 肥就吃少點東西 對 身體 肥瘦 輕重 很容易控制 對我來說 19歲的健身教練 知道那個人 怎樣可以肥 怎樣可以瘦 這些是很基本的一個數學 但是你說 很介意別人怎麼看 這樣 當你 懂得用這招方法去 你 好像別人說 你很肥 唉 哪有你這麼健身 對不對 我也要向你請教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然後 你懂得用這種方法處世 你覺得這個世界很好玩 根本沒有人 首先沒有人可以激怒你 而每個人都好像變成你一個 朋友也好 你喜歡說朋友也好 有些人就說 怎樣到他慌了 哈哈哈哈 心那句是不重要的 但是他喜歡聽那句 他覺得這個人挺好的 跟他說話 敵人都變成朋友 唉 怎麼不介意 那我就說自己媽媽 我媽媽更壞 她在家裡嫌三嫌四 窗子又說不好 盞燈又說不好 刀又說小 沒有碗正經 去到姐姐的房子 賺到天上有地下毛 然後以後 我拒絕我媽媽來 其實兄弟姊妹間 有不和是父母造成的 槍不好 那槍不好 那槍不好 媽媽的心底好 就可以了 盞燈不好 媽媽對眼看東西清楚 就可以了 把刀這麼小 大把不好 殺氣大 沒有一隻碗正經 那麼正經做什麼 你笑話一點 你笑話一點 你說話 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傷害 不過你要的狀態在那個位置 先說 優默是一個很高的智慧境界 你要放得開才行 那隻碗其實也是你的槍 是你的槍 你盞燈其實說是你的 其實也不屬於你的 暫時是你的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你經常說這件事是我的 那件事是我的 身體是我的 那隻槍是我的 我們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暫時是 暫時是 你想一百年之後 眼前所有的東西 都不是現在的東西 我們的人世間是不斷轉化 不需要這麼介意 真的 釋懷 釋懷 根本沒有 你說得很不開心 剛才說 針不刺到肉不知痛 姐姐還是哥哥 我不知道你男還是女 你覺得五仔被人說得多 還是你被人說得多 不是釋不刺到肉不知痛 是你未到那個境界 你不會明白 一個人自在是多麼快樂 沒有東西可以束縛到我 真的很開心 另外有人說 要看到那些資訊性的女主持 這麼性感 是不是沒有福氣 她說的是什麼 西望 那些女主持 可能有別的想法 她不是只是給觀眾看嗎 她希望找到另外一些東西 找她的恩怨 她做娛樂 有好東西 拿出來 曬一下 不過人有批評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男人看她 很棒 有些女性 也不知薄什麼 這些就是空性 不是說空 空 她是怎樣不重要 你覺得她是這樣的 就這樣 有人有些長問題 好 說這個 她有個表妹她老公大了二十年 她老公最近退休 叫表妹一起退 想大家多些時間陪小朋友 其實表妹四十出頭 我聽完你說 我突然擔心她會不會迷失方向 因為她以前很勤力的女強人 和現在完全兩個人 她現在竟然可以全心做家庭主婦 臭小朋友 她說平時看書看劇 帶小朋友到處去學習都很開心 不過她說多了時間 兩夫妻就是叫多了交 我擔心她一時迷失 我怕她一直懶下去 將來老了怎麼辦 我叫她做回事 她又說很享受現在生活 她敢算不算沒有了希望理想和原則 喂 我看了你這段文字 你說了兩次 我很擔心她 我怕她是迷失 你表妹其實關你什麼事呢 她覺得是她人生 喂 真的做人不要介入別人的生活 她有這樣的緣份 她老公叫她什麼 叫多了交 她是要這個時間 她受不了自然會做回事 她受不了自然會離婚 她受不了自然會什麼 她受不了自然會什麼 你表妹其實跟你 都是 就是家人 說是熟人 有時候做人自己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的時候 人家家的事情就不用這麼著緊 他覺得你覺得 哪有你覺得 人家的人生 對不對 人家的老公又不是你老公 我們不要生這麼多妄想 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這樣 沒有說過不覺得 那些不關大家的事 學佛就學時不頂 我們修一件事 很簡單 與世無爭 每個人有自己的恩果 她到時是這樣的 都不關你的事 這是她自己走的路 你可能會這樣想 你那時候聽我說 怎樣就怎樣 沒有人會聽你說的 她的人生怎麼會聽你說的 她現在每一步都是她自己想出來 她要這樣走 你有建議 人當然是有人生交叉點 她有這樣又可以 人不是兩條路 不只是可以出來做事 一同陪老公退休 她嫁給別的男人也可以 她出去玩 不要子女也可以 人生是無限的可能性 然後再做做妮孤也可以 四個可能性 我亂說而已 不要理會別人的事情 她算不算沒有希望理想和原則 沒有什麼所謂的 每一刻每個人有不同的階段 我小時候很想做明星 我唱歌 我做歌手 我做演員 我現在是否沒有了希望 沒有了理想和原則 不是的 我覺得當下很開心 很開心 她做事的時候 她又有些不喜歡的事情 有工作壓力 你又沒有遇過她的事情 為什麼你要想她的事情 真奇怪 她說她因為以前 家庭主婦 後來小朋友 大了老公 找了別人 當時令我突然間 沒有了人生目標 好像有個貴家付出了 最後一無所有 所以我很擔心 她走自己的舊路 一個不同一個 不關事 就算她的路 也不是你的舊路 你和她是兩個人 不要生那麼多妄想 不要介入別人的因果 真的不要 不關事 她向你求助一件事 你自己去想多了 生了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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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不是我多心 當然是多心 她說 不過見很多明星突然退下來 為家庭放棄事業 好像一無所有 這麼年輕又不做事 不要 請給我表妹一些啟發 謝謝你 蛤? 她自己做什麼 她喜歡做什麼 做什麼 不要理會別人 沒有啟發 她開心 也不關我事 也不關你事 她自己 有什麼 人生退下來 一無所有 大家到最後都一無所有 暫時用著這個身份 玩著先 說輪迴 唉 輪迴生與死之間 換了衣服 又做過別的事情 是不是? 落了泥土 又變了別的東西 地球不斷轉化又轉化 暫時用著先 不要想這麼多無謂事情 我們晚般帶不走 唯有業除身 凡事看不破 放不下 都是業障 你有業障 我有業障 他也有業障 大家也有業障 是呀 情不寵 不生娑婆世界 六道輪迴 我們來到這裡 因為我們多事情想 想很多事情 這件事是自己的 那件事是我的女兒 我又要找你 我又永遠不會放過你 你這麼多想法 就一定在六道輪迴上 萬業不服 有些善業的 幫人的 出生在天道人道 修羅道 修羅道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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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羅道也有神力的 不過喜歡鬥爭 心也不得清淨 天道好不好 好享福 但是享福 享得好得太 就很難聞佛法 太過安逸 太過舒服 太過癮 人道好 有善有惡有選擇 人道是最佳的修道場 畜生就不能修道了 有些貓也不錯 我看到貓走去拜佛 貓也有佛性 很清淨 有些動物 有些動物都很清淨 有些就瘋了 亂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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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惡鬼道 惡鬼道的根 在貪上 你貪永遠都不夠 你還不是惡鬼道 地獄道 最淒涼 有些人一出世插喉 嘩 真可憐 地獄道 走路都不行 真的搞不好 按照業力 輕重和情的深淺來判斷 所謂業重的情迷 這些人死後就墮地獄 所謂業心情癡 這些人就餓鬼道 正所謂業重的情龍 人死後就變成畜生 業越興 情越淺 往生三善道 有些人剛才說 幾條女兒求不得苦 很多東西求不得苦 動物都看著人們吃東西 流口水 為何我們吃東西這麼差 要撿垃圾吃 多求不得苦 你那些小事 你想想是不是 動物 求不得苦 那隻獅子 搶獅子那交配 被獅子公咬死 畜生道沒有求不得苦 打輸了的命也沒有 死了再輪回 做其他人 就是這樣 四個字 業盡情空 就是聖人 你的業力盡了 你的感情都空了 你就成為聖人 你成為聖人 業重 為甚麼 人們經常有些邪見邪知 不怕因果 見利就忘義 做些傷天害理之事 情迷 情迷 遇到感情 沒有智慧 著迷 失控 所謂理智控制不住的感情 任期發展 注成大錯 是的 一見到美女 我自己有老婆 不要緊 美女廚房吃了才說 就是這樣 遇到感情沒有智慧 著迷 理智控制不住感情 任期發展 注成大錯 這類眾生 將墮落地獄裡 本身自己也苦 這個又想要那個又想要 然後說甚麼燒炭又成的 不太嚴重 業太重的人 就算佛菩薩在你耳邊 跟你說 教化圈道 聽不入耳 說一些廢話 有些人這樣說 五仔經常說一些廢話 我也認識 有些人這樣說 聽不入耳 業太重 業力阻礙他 聽不到真理 真理不聽 只信邪理 講對話 誰人都知道 有個師傅可以養鬼仔 又這樣可以賺錢 信那些 風水怎麼擺開害人 這麼厲害 我信那些 搞完之後 賭錢的運又來了 信那些 五鬼運財 信那些 眾生肌肉 我信那些 只信邪理 不信真理 這類眾生 就算做人 四個字 無欲可救 孽心情癡 的眾生 孽障 雖然很深 但是 都不是很重 遇到感情 一塌糊塗 分不到 什麼是道 什麼不是道 什麼是法 什麼不是法 唉 警戒一來 隨著警戒轉 轉到哪裡 餓鬼道 貪自得一貧 想要就要不到 吃了 沒有味 吃了都沒有味 從喉嚨都掉出來 後悔都遲了 領障 略重 又被入惡鬼道 較輕 情感衰弄 還未被入惡鬼道 這麼嚴重 這些做畜生 受了不同的痛苦 其苦不堪持上 那 業力是這個 最公平的懲罰 在六道輪迴 我們的地球內 那種恩果力 有些人說為什麼說話這麼離地 有時候說錢說女人說什麼 我是有一個能量 然後告訴你這個世界是掌握到 有些東西就會好一些 世俗人叫做因緣桃花 橫財運氣 我看就兩個字 福寶 我有個例子這樣做給你看 希望你明白這件事 我以前也是一個追不到女人的可憐蟲 我也是一個窮鬼 但當你明白這個道理 就好像打遊戲那裡看了攻略 攻略在哪裡呢 佛經那道理 裡面有很多真理 很多人不明白 其實很簡單 求情財子、求婦貴、求愛情 搞來搞去搞不明白 看這個真理 現在跟大家說真理 因為大家有業障 有人重有人輕 輕一點 福就重一點 業障重就沒什麼福氣 業力是最公平的 你墮不墮落 又是由你的感情來分別 只知有情 不知有智者 我有感情 我不管了 失了理智 肯定 墮落惡道 好無異問 你存在什麼心 你去哪裡 修道 修道之人 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 明眼 善知識 一看就知道 將來墮落哪一道 凡是看不破放不下 都是業障 障礙你不能上升 在六道裏面 上不上升都行 你不上升就走 收到阿羅漢境界 不回來都行 乃至障礙你出不了三界 凡是對著境界而生出執著 就是情感 嘩 他人這樣這樣 將來一定會怎樣 不關你事 沒有感覺 有些人問我 你覺得怎樣 可以教他兩招 不關我事 每個人有自己業力 那些又不是救人一命性 做七級浮徒 關什麼事 都沒發生 你覺得他未來會這樣 你天眼通嗎 他做好他當下 他去到那一刻 他經營了某些東西 我們是值得的 那些事不關我們事 他要這樣走 他當初怎樣 就算他之前之後 我當初應該相信你 過去心不可得 說回來 早知道我買了六合彩 兩其一樣 我還不發達 哪有早知道 我們要脫離這些如癡的想法 見到境界生執著 皆是情感作用 諸葦 要心自警惕 不要被情感所牽連 不能出來 有個出來心 當之一失足成千古痕 再回頭已是百年生 回不了頭 其實有些人不自知自己有問題 說到 網友開始用佛學去研究生命體 他說很自癒 大多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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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到終來 上世是畜生投胎來人間 有些人都很聰明 有些人都很聰明 又不是每隻隻都這樣 有些人都有 有些人很有紀律 很乾淨 很有儀態 有些人有很多畜生 貓和狗都不同 貓和狗都不同 貓和狗和豬都不同 畜生的 畜生也有很多種 有些神犬拉西 有些人有多厲害 很好的 我當時的狗不和狗玩 是要和人玩 見到狗就看不到狗 多串 真是說真的 貓不知道多乾淨 有些貓會吃東西 吃夠就算了 有些人真的天天直播 吃到肥頭得意 說13個 畜生到終來人間的眾生 看看身邊有沒有人是這樣 有也不要說他什麼 說什麼 有什麼好說 看到就看到 沒得說 他明白就不是這樣 如果你說我嘲笑他這個人是畜生 這樣就很壞 六道有什麼眾生都有 六道眾生 何必呢 大家都是自性佛 大家的自性都是很厲害 都有佛性 他沒有業障 他沒有業障 他想錢錢錢錢 吃吃吃吃 老公老公 那些 他有這些業障 構成他今天這個愚痴的精神狀態 就是 我們學佛不是學嘲笑人 佛陀看我們就蠢 看我們就愚痴 他有沒有笑過我們 他說真理給你聽 然後他不是用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 然後嘲笑我們 讓我們學習 他不是這樣 他用慈悲的心態去看世間 他用慈悲的心態去看世間 我一定要在這個節目中說一些正道給你聽 十三種畜生到中來人 此人神志頓 作人處事是愚蠢 又小智慧沒有分寸 鞋桌又懶惰 好食懶非又蠢又頓 怎樣都不明白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有些跟知識沒有緣分 人是沒有了那種求之慾 那就沒辦法了 真的 而且求之慾是一個人的業障 我以前有個叔叔很厲害 他是唯一一個可以跟我談到《易經》的親戚 小時候啟發我很多東西 他那時候已經教我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 那時候我只有七八歲 他說給我聽人生三個境界 他跟我說《易經》 因為後來我認識《易經》的時候我跟他談到《易經》 很厲害的 整個屋子都是輸 他有一件事他不懂得說 他說你說這件事我不懂 沒有了解 營養學 因為我十九歲的健身教練 那時候已經對這件事有興趣 對養生有興趣 對養生有興趣 那我叔叔很年輕 因為他自己以前是做茶餐廳的 他有很多很壞的習慣 很壞的習慣 他短命 他退休了一年 他就過世了 但是那時候我一說營養學 他說你說這些 他說我不懂 他說完全不懂 他很坦白跟我說不懂 我問他為什麼你不懂 我沒有興趣 其實他什麼字都懂 他這麼厲害 這個人是一個很好學的男人 他對營養對健康是完全沒有研究 到他臨死前兩個星期 我記得他還在喝汽水橙汁 然後又說頭痛又等等 這個是跟人的業力有關 你對哪樣東西有興趣 他好像我經常說 人怎樣可以本身有那個自性是佛呢 人本身是一個 如果你開啟你100%的腦袋 你應該是什麼都懂 什麼能力都有 有些人撼清頭畫畫 好像印相出來一樣 有些人又說那個記憶力很厲害 很多超能力 其實個個都可以 但是腦子鎖了你 你的肉身鎖了你這些能力 好像你說有人舉重 舉到多少磅 是世界冠軍 那個媽媽見到兒子被車夾著 他一舉整個車舉起 有很多腎上線素飆升 其實他都做到的 他沒有練過的 我們每個都可以 有些東西 但是他的肉身鎖了你 不讓你去感知那樣東西 有些東西 其實我們越沒有興趣 越覺得有個弱點在這裏 要去進修 因為他只有一天 拿你命的東西 所以煩惱即菩提 這個也是一個小小的 解開生命的密碼 基本上 這個很重要 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也沒有辦法 我們希望大家越來越好 就不是笑人 另外畜生到終來 多貪多食 不挑操勢 什麼骯髒也吃 好像很過癮 我是這樣 我是很滋陰的 阿霍哥也說是很乾淨的 我在大阪和他吃雪糕 他說我漏到一手都是 我說你完全沒有 他說我很滋陰的 他跟我說 我平時也是這樣 我少吃雪糕桶 我平時用杯 我見過用桶 我就用桶 我漏到周手都是 骯髒了 吃到有些人 吃到嘴和麵都是 畜生到終來 有些人不挑操勢 有些人吃東西很滋陰 我自己本身 我見那些人燒東西 燒到孔 我一定會咬他們 基本上你會知道 那些東西對身體有害 有些人就不理 有些人不理 我記得那時候有個人 煎孔一些 我要那些 但你讀書 你看報紙 你知道那些東西對身體有害 就是這樣 簡單 這個世界 是我剛才說的故事 為什麼有些人會 會明知故犯 或者不理 不挑操勢 骯髒的也吃 真的很噁心 你有沒有見過吃豬大腸 我不吃 吃過 我吃過 那個人開始 大了 臭豆腐那些 那個人開始大了 那些臭味是細菌 인�府 那些細菌是傷你的肝 你是否會吃那些東西 那些油是萬年油 那些也是傷你的肝 有些人很喜歡吃 跟著吃豬大腸 反著你的腸裡裝什么 裝屁 一陣臭味 有些是屁味 那些人很喜歡吃豬大腸 我有個朋友,是明星 大家都認識他,不說誰了 通圓波仔,你每次都是吃那些東西 我不是他 學過網友說,我怕他表妹怎樣怎樣 二十年後怎樣後悔 我明知道他這樣會中他的因 我關我什麼事 難道我跟他說,別吃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是什麼糞便 當你是傻的 是業障 是嗎 是業障 所以你見到有時候你出聲 別人說你多事 這個肯定 肯定 沒辦法 真是可理託佛 另外 歌聲 說話很唐突 很魯莽 得罪人多 有人說這個好像那個 網紅 另外說 身強力壯 體型很大 用來搬重東西剛剛好 他這樣寫就這樣說 有些人就是 身材比較中等 有些人比較小 有些人比較高大 但有些人是天生神力 力大如牛 開了他那些東西給他 又吃得厲害 又好力 是否四肢發達就頭腦簡單呢 這個說法就是這樣說的 從小到大 如果四肢發達 那些人比較好打 小孩子一定有欺凌行為 好打的人是大哥 每次都沒有力量解決 那你就不用腦子想 為何矮子又多了 小小就被人欺負 那你就要想辦法走掉 或者怎樣去沒事 那腦子就這樣練回來 另外 喜歡跟一些如痴的人 做知心友 因為同居畜生特質之人 我這樣說 大家痴痴呆呆坐在台 喜歡這樣浪費時間 朱鵬夠幼 或者什麼 嗯 都是的 什麼等級和什麼等級 喜歡把自己的身體捲一塊 這個就是有安全感 人沒有安全感 有些動物都是喜歡捲一塊 睡覺的時候 人不是的 是要放平睡的 另外 隨時隨地 有些人可以躺在地上 我見過一個人 以前很厲害 深山大野人 他真的不用買房子 他是一個商場 他以前做商場的 冷氣管理員 那些額頭 後來被人解僱了 那怎麼辦 他知道那些冷氣機房 那些位置 那些封口位 在上面 天花板出風的位 有些位置可以進去檢查 那時候我們認識他 他被人解僱了 他以前是大老 他說回來找個位置睡覺 不用理我 那時候我們也是 在那裡 我自己做一會 不理他 他就走在裡面 冷氣的位置 躲在那裡睡覺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老鼠 鹽蛇 很有生命力 另外 喜歡 衣不斃體 不覺得羞恥 其實很多 你上網看的 浴騰騰騰 那些 在街上野俠 那些 根本在畜生道中內 人有什麼可能 這樣做什麼 以前的世界 沒有人見到 現在有人見到 他都照做 也不喜歡穿衣服 好不實在不可靠之人 另外喜歡謀取他人財物 債務是想抵賴的 哦 動物是這樣的 我咬贏了你 這些東西就是我的 是不是這樣 他們想這樣 有時候不是智取的 硬來的 見善不能發心 不信正法 常做不善十惡之罪 是啊 那些東西是好東西 都不理會 唉 不關我的事 最緊要 自私 有些動物比較自私 因為 腦袋沒有想得這麼複雜 我經常說服務眾生 他有沒有想過服務眾生 假扮服務眾生也有 假扮囚款也有 夠膽的 還說搞笑 高問無國界 這類眾生 以流浪生死 在惡道中 幾經無量益劫不可數歲月 於此世難得人生 卻仍是有這樣的 上世的記憶 因此註定死後仍會返回苦海 給你一個機會 都還是這樣 再投生輪迴畜生道之中 這是愛到非所能之的 除了在佛法之外 你看到嗎 有些人 在別處看不到 你看到就看到 但我們就 如果自己有這樣的業障 我都喜歡跟別人裸聊一下 真的有什麼 我便了解一下 你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 難得做人 修幸 希望自己不要落分惡徒 自己有什麼做得不夠 做好 修正 修幸修幸 就是每天修正自己的行為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做人的事 就是 做一日和尚 敲一日鐘 同台吃飯 都各自修幸 很多修幸的機會 有得救的 誰有得救的 那個就 自求多福了 我們下次再講其他佛禅 拜拜